谁啊 妈 是我 有事吗 妈 我是不是做错什么事情 让您不高兴了呀 我 我哪有不高兴啊 我哪有生气啊 我哪那么多气好身啊 我哪敢不高兴啊 你现在是我们家大媳妇 谁敢跟你不高兴啊 我高兴 我高兴得很 妈 我听您这么说 我就知道 您肯定是生气了 您就告诉我为什么吧 哎呀 好了 好了 我干脆就老实告诉你吧 敏君啊 你刚到我们家的时候 因为你不懂规矩 所以我这个做婆婆的呢 得给你立规矩 现在你到我们家 已经这么多年来了 你应该知道我的脾气 我这个人就是心直口快 我这个 最讨厌别人在我面前玩小心眼 我就不相信 你不知道我今天为什么不高兴 妈 我真的不知道 咱们婆媳这么多年了 您就像以前一样吧 有什么话 有什么话您就跟我直说 那好 我就跟你直说 你说 这玉眉阿姨是不是我 教她搬进来的 你对她好 我没有意见 这也是应该的 可是你对她好 你至少也应该尊敬我吧 再说了 崇明跟宝莲都结婚了 现在就奇了怪了 崇明待在家里照顾她妈 让宝莲到公司去上班 这还要 还要让你一块伺候她妈 这说出去别人都会笑话 我的媳妇去伺候别人的婆婆 你还对什么补品给人家喝 还对什么补品给人家喝 说我不能喝 敏君啊 我不是这么小心眼 我不是要喝 我 我至少要起码地尊重 妈 您是因为这个生气啊 我 我也是有苦衷的 有什么苦衷你就说呀 难道我是这么不讲理的人吗 我是想说 等爸爸回来再告诉你 你说那等等 什么事这么重要 要等你爸爸回来再说 你知道我信自己 你赶快告诉我 你跟黄冲敏两个在搞什么鬼 你快说 你别急死我了 快说呀 妈 以为阿姨她有病 她有病我知道 她不就糖尿病肾脏病吗 值得你非要去炖什么补品 还非说我不能喝 妈 你不是补品 是药 药 药你就大大方方炖给她喝就行了 怎么了 怎么了 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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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我最近老是觉得奇怪 这崇敏很乖 敏俊 你是跟崇敏在搞什么鬼 是不是你们有什么事瞒着我 你快说呀 你别急死我 妈 爸爸让我带玉玫阿姨 去检查身体 结果 结果怎么样 结果检查处干硬化 干硬化 那严重呢 你先说是晚期 也许只有半年熟 怎么会这样 怎么会这样呢 丽玫 怎么会发生这种事情 丽玫 怎么会这么命哭 丽玫怎么会这么命哭 丽玫 快快快 那 那丽玫知道她自己的病情吗 你们没敢告诉她 丽玫和宝莲 他们抓回来的中药 应该是甘药特别地苦 所以我才说加点食材进去 压一压味 和阿姨喝下去 所以跟您说 您不能喝 原来是这么回事 敏君 你知道你玉玫阿姨 最大的心愿是什么吗 她就想抱一个孙子 现在就剩下半年的时间 那 那可能来不及了 是啊 所以崇明才每天强颜欢笑 陪着她妈妈 我看她一定很伤心 她当然伤心了 那是她亲妈妈呀 别说崇明伤心 你说 你说我们家谁听的心里不难过 我也是怕您担心 所以没敢告诉你 你傻呀 这么大的事 你当然应该告诉我呀 你说 你说现在发生这事 你爸爸又不在 我也不能打电话给她 她肯定也很着急的 我 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 妈 妈 你也别太担心了 你也别太担心了 这件事 只能等爸爸回来再说 你只好如此 你只好如此 我 嗯